第二十三体一堂测量某物质的溶解度发现水温30度吸食100公克的水最多可溶解此物质0.16公克将水加热到40度吸食100公克的水最多可溶解此物质0.14公克将水加热到50度吸食100公克的水最多可溶解此物质0.13公克 由此可推知此物质的溶解度对温度的关系因为右图中哪一条曲线我们从题目的叙述当中可以发现温度越高的时候我们的能够溶解的此物质越少也就是温度越高溶解度会越低图上面的甲是不可能的因为呢他是同样一个温度有不同的溶解度而我们的仪也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发现他的温度如果变高了那么他的溶解度呢也会增加 所以他是温度越高溶解度越高所以是不对的丙也是不对的因为他是不同的温度溶解度通通都一样溶解度不变 只有我们的丁我们当我们的温度变高的时候他的溶解度呢是会变小的 所以只有丁符合题目的叙述第23题问我们说 由此可推知此物质的溶解度对温度的关系因为右图中哪一条曲线我们答案选的是猪丁 对温度的关系